全上海滩都在吐槽的锦绣园华丽冒险将于26号收官 该剧从播出以来就靠着男主角黄小明的壁东吵出极高的话题度 之后又应堪称总裁文标准教材的肉麻台词掀起全名吐槽 虽然剧情方面略显浮夸表演台词等方面也没有逃过网友观照 但是一发不可收拾的边吐槽边观看模式 以及又一次得到极大满足的少女心 成就了锦绣园的傲人收视成绩和网络点击量 锦绣园更是成为了史下一系列高配置低效率的偶像剧代表 就连演员粉丝都不得不感叹 我为偶像做过最伟大的事情就是为他看完了这部剧 电视剧界一直有一个怪现象 高收视和高槽点并存 浪漫无罪吐槽有礼 锦绣园华丽收官 黄小明再次证明了自己的颜值饱到未老 陈小安也以自身为力告诉大家 演偶像剧是不用在乎年龄的 观众则收获了又一次过眼云烟般的娱乐体验 大戏落幕各为各家 容锦绣是属于佐证的 但黄教主还是属于贝利的 忙口老新闻 教主收下我吧 报道